偏遠地區的民眾每次需要看病 都得要遠從鄉下到都會區的大醫院才能看病 但是現在你可以不用這麼麻煩了 因為衛生所新進了這兩台醫療行動車 將會輪流開到偏遠地區 為需要服務的病患治療 今年向衛生署整齊打造一部慢性肝病篩檢的行動醫療車 車上主要有X光還有生物化的檢驗 還有包括超音波 這個行動醫療車我們目前是由京東鄉衛生所來申請 其次由海東衛生所打造一輛牙科的行為醫療車 上面也有X光跟牙科的一些治療的設備跟儀器 這樣對於山地鄉和偏遠地區的衛生所 我們可以因為這部醫療行動車 我們可以隨時到村莊來去服務 那縣民就不用這樣的奔破 相信行動醫療車能夠帶給偏遠地區的民眾 相當大的看病方便 也能夠有好的醫療品質 東台新聞黃浩君台東市報導 alors 就沒看到神秀